氣候變遷 台灣進入複合型災害年代 極有可能帶來一場家破人亡的天災意外 為了加強社區居民防災知識 提升自救能量 新北市板橋區鄭新里發起自主防災社區成果演練 分別以颱風來襲 強烈地震前進模擬 由鄭新里里長編組進行緊急應變 如果在台海發生的時候 我也第一次 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處理 我們不一定有辦法第一時間多久 所以我們就先處理 板橋市人口密集區一旦發生意外 恐怕會是嚴重的人命和財產損傷 為求第一時間治救 培養社區居民 做好防災應變知識與能力 才能夠將傷亡降到最低 社區防災編主再配合警銷緊急救援 同時公所獲報後立即前往災區 支援成立前進指揮所 各個階段性的任務 從居民分組製救到救災團隊的成立 社區整體防災應變才能夠算是完整 自我防護的方式 在整個大規模災害的時候 我想由利自己成立應變中心 來減少災害的損失 這個是政府機關我們現在正在推動的 我們庫長也這樣說喔 遠親不如近臨 我們出品隔壁如果多一點防災的知識的話 我們就可以協助更多的人 包括自己在內 就可以防止很多不必要的遺憾 正心底自主防災社區演練 大約是進行45分鐘 協調相關部門資源整合和民眾參與 周篇的學校還有社福機構觀摩 防災觀念持成落實 因應不可預期的災害可能發生 數位天空新聞 新北市柏橋採訪報導